我从04年开始进入当代艺术开始收藏 到06年开 从07年的时候就开始筹备做抽象艺术 我觉得抽象精神在中国一直有 我们说青藤徐蔚 八大石涛 是更远一些的文人画 和更远一些的山水花鸟画 虽然很具象 但它的工作方法和透露出了一种精神特质 都是有抽象的 所以我们在08年正式开始就推出了抽象展 可以说90%的在中国艺术市场上 叱咤风云的抽象艺术家们 或者接近抽象艺术的都参与过我们的展览 十几年来我们就是见证参与 并推动了抽象艺术的发展 和它的市场的繁荣 这些年来我们在不断地引进国外抽象艺术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引进国外抽象艺术的同时 也在着力地推动和发展中国 具象艺术的这种持续的发展 因为我们发现 第一具象艺术在中国是一个基础 第二个具象艺术 其实是中国艺术发展的根 而偏锋有国际交流项目 每年我们都可以邀请国外艺术家在中国创作 每年有三四个这样的艺术家 在中国创作一个月左右时间 所以偏锋的计划未来就是做了好画廊 打开媒介 打开材料 打开风格 我不管你具象抽象写实表现水墨 只要是有这种明确个人表达的 符合我们自己的一种判断和要求的 那可能我都会去做 而不再会给自己贴标签 只是做好的艺术 能经得起考验的艺术 能带给人思考的艺术